我們這邊將來介紹ASB.NET MVC有頁面輔助類別HTML Help 在MVC裡面我們可以使用HTML Help這個頁面輔助類別 那它裡面還提供了許多的輔助方法 這些方法可以幫我們產生出HTML表單裡面所需要用到的文字輸入框 或者是下式選單或者是按鈕選項等等這些提供給用戶填寫資料的表單的輸入元素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相關的範例 首先可以看到在畫面上面有兩個下式選單 那這兩個下式選單分別都有這些下式選項 那上面這個下式選單我們是使用HTML標籤的方式所產生出來的 也就是我們是使用HTML Select這個TAC的這個原始碼的標記的散寫方式 那我們產生出來這個下式選單 那下面這個下式選單是我們使用HTML Help這個頁面輔助方法 裡面有一個叫做DropDownList 這個方法所產生出來的下式選單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網路原始碼部分 這兩個下式選單它呈現出來的都是Select這個元素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兩個產生出來的內容本質是一樣的 這是下面這個用HTML Help所產生出來的 那這是上面我們用傳統的方式 HTML 標籤所產生出來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相關 有關於程式碼的部分 我們開啟Videos 16的編輯器 我們在Views資料夾底下的Index這檢視頁面打開 那我們這邊有提供這一次範例的相關的一些說明的部分 好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直接往下面看 我們在這個HTML文件裡面有個Body段落 那這邊還有一些說明 我們就稍微再停頓一下 OK那我們繼續往下面看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Select的這個標籤 那這個標籤呢它會產生出下式選單 就是畫面上看到這個東西 那這是上面那個下式選單 那我們使用Foreach的方式 去把ViewData檢視資料支點 物件所存放的這內容呢 然後把它取出來 然後透過Foreach的方式把它做那個列印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Option 就是它的下式選項項目呢 是我們用Foreach的方式產生的 那ViewData這個部分呢 因為要取資料出來 所以我們必須要經過OS 然後轉型 那它轉型是iList這個型別 所以它是一個iList的范形集合 那我們因為是使用HTML標籤的方式產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必須使用這種Foreach的方式 然後去產生出它的選項 那下面部分呢 我們這一個可以看到它是使用HTML的頁面輔助方法 裡面有個叫做抓DownList 那這個輔助方法呢 它直接也可以產生出 在畫面上面所看到這個下式 選單的選項 好 那這裡面的資料 都是我們在Home Control那邊產生出來 然後再傳遞到目前檢視頁面 然後去給它們去做呈現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我們Home Control的做什麼事情 我們開啟Home Control的這個檔案 那可以看到這裡面的Index這個A型動作方法裡面呢 我們使用iList這個范形集合 那我們這邊的型別是那個整數型別 然後後面呢就產生出1到5的這個正列的相關的這個資料 OK 那我們產生出這些范形集合的資料之後呢 我們最後再把這個范形集合的物件呢 分別指派給ViewData 然後一個叫做ListNO1跟ViewDataListNO2 那在這個下面這個ListNO2的這個資料 可以發現我們還稍微做個轉換 我們把它轉成SlayList這種形態 所以我們使用這種NewSlayList的方式 然後直接把這個范形 剛才這個范形集合的物件直接傳進去 這個類別裡面 當它的算是初始化的一個參數 那最後呢 我們這邊分別丟到這個View的檢視頁面去做呈現 那上面這個部分大家因為剛才有解釋過 所以大家應該很了解它的這個呈現方式 下面這個部分呢 因為HTML抓Dunlist的這個頁面輔助方法 它其實要搭配的型別就是SlayList這個型別 所以我們這邊剛才才會幫它稍微再做個轉換的動作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我們在上面這個下拉式選單呢 它這邊的是ViewData是使用它這個名字 那下面的部分並沒有看到ViewData 像這樣子使用的名稱 只有看到一個叫ListNO2 那但是這個ListNO2又跟我們的 HomeControl的這個ViewDataListNO2是一樣的 所以說你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只要在那個HTML這個抓Dunlist的頁面輔助方法 它的名稱呢 只要跟我們這個HomeControl的這個ViewData的名稱是一樣的話 其實它自己就可以細節到這個ViewData的這個裡面的內容的資料 而且你看我們其實也沒有在做什麼轉換 因為我們其實在這邊就已經去把它這個型態已經去做一些轉換的工作了 那你可以發現我們在這個ViewData上面這邊還要做個20iList轉換的這個動作 那我們這邊也有說明 在這裡HTML的這個抓Dunlist的這個方法的名稱呢 使用同樣名稱而且裝有SellateList資料的ViewData 就會直接帶入到ViewData裡面的SellateList的資料 所以說無需要在HTML抓Dunlist裡面再去設定SellateList這樣子 那大家依照這個範圍就可以發現一個情況就是說 可以看到如果我們使用傳統的SellateList這種表單的方式產生出來的話 即使你這邊還要去用Foreach的方式 然後直接針對頁面元素去產生這個資料 那如果你使用HTML help的輔助方法的話 只要這一行一樣就會產生出資料 那這個方式比較有一點像是以前我們使用 如果寫過ASP.NET Webform的朋友的話 我們都會在那個CS就是那個程式檔裡面去指派一些控制項 那那邊的話我們就是直接給它像資料一些DataSource的部分 把一些資料集合指派給這個DataSource 然後由前端的頁面控制項直接就可以產生出來 這種操作方式其實還蠻類似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這邊基本上我們都沒有任何的一些 要去操作一些資料的迴圈啊什麼之類的 產生的這些程式邏輯 那跟上面這邊就可以做個比較 那所以說只要這一行程式碼就可以做到 跟上面這行程式碼一樣的這個效果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會是還蠻簡單的 你可以發現它用非常簡單的方式就可以產生出來 一樣的工作 好我們這邊就介紹這個頁面輔助類別HTML help 那就介紹到此謝謝